大家好 我是爱原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万火之欧129-146 原神 5.0纳塔全宝箱加火神童加全热物加全成就加探索度100% 加传送点一条龙全收集路线 我们先来到这个悬木人 上方这一个七天食杂这里 然后这个七天食杂座 朝着东南方向地图又下方 在这个血泊的位置这里有一个地龙 把这一副爪 然后这里回头 我们要爬上我们这个石柱上 在这个石柱上有一个印子 所以我们爬上来攻击一下 会有一个宝箱 那开启之后我们在 朝着西北方向地图左上方 顺路网 所以顺路往前走 好在前方这里有一个 房子 那前方这个房底下有一个传送点 这直接往上爬 来开启这个传送点 好 然后这里我们这里切换一下形态 然后往西方向地图左边 往前飞 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个草堆啊 在这个草堆这里是有一个 一个任务道具 来这里剪刀 然后这个道具之后啊 我们继续往西方向地图左边 从这个尾栏这里 往下方看啊 那么这个右前方 在这里有一个 一个符文 来这里我们附着一下 好这里我们朝西方向地图左边 往前勾 那这有一个 石盒子 好然后我们这里继续往前踢 要对面这个柱子上 所以要用这个二段跳 上来 来 起到这个光标 来开启这个宝箱 然后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里我们要 这里二段跳 然后这个木板上 在这里有一个石盒子 然后左边这里有个合成台啊 这个是任务点啊 不是我们平常用的 那这里对话完之后啊 我们朝着 西方的地图左边 我们点开这个任务追踪 这个合成台的任务 好这里我们说起完这个楼梯 就往前走 这一直走着镜头有一个传送点 好开完这个传送点之后 转向东北方向地图右上方 这起完这有个门 好这里我们 往前走 好这里我们头顶上是有个宝箱啊 这我们要勾上去 好上面这个平台开启这个宝箱 然后在这个北方向地图上方啊 在我们前方这个尾墙旁边有一个宝箱 这里我们直接勾过去 好这里走过来 开启这个宝箱 然后在西方 那丢左边在前方这里有个号角 大号角 在这个大号角的背后 藏了一个宝箱 好这里我们这里绕过来 来开启这个宝箱 然后我们这里 继续往上爬 爬上来 再往上爬 这里说一下 在这个头顶上啊 在这个最高处是有一个华丽宝箱的 好这里的话找个好的角度 得二段跳 好 先找个地方斜个角 要等啊这个cd 然后这里继续往上爬 好这里最后面就 我们就用人形态吧 他这个 体力是不够的 好这往上爬 好说爬慢一点 这里还是有点高 好最上面 来开启这个华丽宝箱 然后北方向地图上方 往前飞 就往右前方看啊 右前方这一个 斜坡位置 有一个正手宝箱 来这里我们朝这个目标飞过去 好这我们宝怪倾向 天王怪 来拿宝箱 然后北方向地图上方 在前方这里有一个地龙 来这里有没有 附着 然后转向东方向地图右边 好这里 然后这个山下底下 有一个大眼封 这里给他炸开 好这来之后需要把怪倾向 清理完 来拿宝箱 然后东南方向地图右下方 我们来到前方这个任务指引点 那在这个任务点这里是有一个限时条上哪 这个是被任务盖掉了 包括旁边这里还有宝箱啊 这里到时候放后面路线再拿 这里需要清怪啊 这里打半血就可以了 他会自己把自己毒死 这里过完军情之后我们就被传送走了 好这里跟这个地团上这个NPC对话 好这里对话完之后啊 然后转向东南方向地图右下方 这里说一下这个楼梯口这里是有一个 有一个石盒子 好在这下面 好然后我们转向这个 东北方向地图右上方 所以我们跑过去开一下这个传送点 那开启传送点之后啊 西方向地图左边 所以我们从前往这个大门这里进来 好进来之后我们这里左转 在这有个门 这里靠近会自动打开 好这里继续往里走 所以我们这个楼梯这里下来 好在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里有一个铁匠 在这个 火炉的背后啊 有一个宝箱 好开启的时候我们这里再出来 再转向北方向地图上方 好这里我们往右转 这里是 供奉那个火指引的地方 大家可以这里顺便 供奉一下 拿一把那个 地零卡钥匙 好这里供奉了之后啊 这里是刚好可以到8级 然后8级有一把地零钥匙 好 那 紧接着我们朝这个西方地图左边 这里往前走 左转 在这里有个门 好这里从这个门 朝西方地图左边 往正前方走 这里穿过前方这个门 然后这里左转 往前 然后翻过这个围栏 好在前方这里有个门啊 这里 我们点击进入 接到这个秘境里面 然后进去了以后啊 然后进去了以后啊 我们装下哪一方向 地图下方 这里我们开元素是呀 这么这个左前吧 左前方这里 有一个宝霞 这个门它是不会 计算在我们这个 成就里边的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 秘境里面 好然后门之后我们自己再回头 所以我们要左车这个秘境 好那秘境出来之后啊 北方向地图上方 前方这里有个螺旋楼梯 在这个楼梯口这里啊 有一个调查点 这也是一个石盒子 好然后我们继续往上面走 接着走上来 好走上来之后啊 北方向地图上方 往前走 好在前方这里啊 这个 摆摊的地方啊 这背后 背后有个宝箱 好开启之后 我们再往这个 东方向地图右边 往前走 再前方这里有一个 地下传送点 这里过来开启一下 好开启之后 我们这里再回头 西北方向地图的左上方 在这个 商铺 顶商这里 是有一个 宝箱 我们可以踩下这个箱子 然后跳爬 爬上来 开启这个宝箱 一一珠 那拿完这个宝箱之后 我们打开下地图 这里 来到这个 7天想要左上方 这一个传送点 然后朝着这个 北方向地图上方 往前 往前飞 往前飞 在起床这里有个宝箱啊 然后座位是有四个篝火 我们先来到这个 右下角的这个篝火这里 以它为这个启示底 就是有点亮这个顺序的 需要看这个 游系统的这个数量 好 这里是第一处 好 爬是这三个的中间这个 好 爬是右边 爬是我们最左边 好 按睡意继续的时候 来开启宝箱 不需死期 然后在这个 东北方向 地图就上方 往前走 好 在起床这里 石树上面 这里是有一个 限时挑战 我们来到这个石树底下 然后往西发拉丢左边 这里找到这个 找到这个湖里 这里附着一下 然后我们这里勾上来 来开启上面这个挑战 这里速度要快一下 得开启 然后马上往前勾 然后往上爬 好 这里我们又跳勾 好 这里跳 爬 来开启 最后宝箱 然后东北方向 地图就上方 这里我们跳下来 在下面这里就是我们这个任务点 然后我们这个MC跟他对话 好 这一对话完之后 我们朝之后的南方向 丢入效仿 这里切换这个地龙的这个形态 好要这里遁地 他把这里所有地势 全部给他摧尾一下 好 这里完成这个 完成挑战 来闹宝箱 然后我们再回去跟这个NPC对话 好 这里我们继续下去 这里继续对话 好 对话完之后 我们这里要切整这个狐狸 好 这里我们先往前勾 这里回头 回头这里对准这个威力 往空中这里踢 这里左转 一路往前踢 好 然后这里往转向这个南方向 踢到下方 这里往前 设这个 设这个桥往前走 然后往前勾 好 然后这里我们朝着东南方向 这里抬头 这里勾上来 然后这里再回头 也提上来 再提 好 然后这个山顶上 来开启这个宝箱 然后保安之后我们这里再往上爬 在这个最上面这里有一个取亏宝箱 然后捡起来之后我们再往 这个西北方向 地图左上方 这里回去交叉这个任务 好 这里对后完之后啊 那这个任务就 跑到下一个区域啦 这里到时候放后面再做 好 然后紧接着 我们转向这个西北方向 地图左上方 然后往前勾 好 再前往这里 有一个使柱 在使柱上面这里有一个火神童 这里我们先勾勾去先剪这个神童 好 接到神童之后在底下这里 有几个 哎呀 我的另一个 好 这里清王怪之后 就出现这个 索沙宝箱 好 然后 偶遇就 然后我们再转向东北方向 地图右上方 往前走 再前往这里 木板旁边啊 这里有一个死盒子 然后西北方向 地图左上方 这里深入开启一个传送点 好 那开启这个传送点之后 我们之前不是去那个 供奋火指引拿了一把钥匙吗 这里我们打开下地图 来到这个 刘金之脉 左边这个传送点 这里去回收一下这个 之前想拿 但是没有拿的这个 地图开 好 这里往南方向 丢下方 哼鸡 那过来开启一下 散落的财物 无声的现实